農曆以後美債就要噴出 現在就是節省買點 冠言之後馬上 大家要討論的意義就是債券分要不要降息 那它會直接影響到債券 這種機會平均7到8年才會出現過一次 錯過這樣子的投資機會 要再等下來一次 可能就要等很長了 換個人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來看一下投資必修客 哇 兩好三位 農曆以後美債就要噴出 噴出 現在就決勝買點 買點還是埋葬的埋啊 會不會 埋葬的埋啊 埋點的埋啊 埋起來的埋 好不好 請教三位 最專業的分析師 第一位 哇也是有個折制的 應該看起來 是很不錯的老師 可惜 他姓謝 跟陳彥同姓 這樣講好像會得罪我們謝家仁 我們廣大謝家仁 對不起這句話真的錯了 錯了 對不起 謝家仁請原諒我 說陳彥我不需要你的原諒 你可以得罪陳彥格 但不能夠得罪謝家仁 身為蟹肉棒的代表 蟹肉棒 蟹肉棒 欸聽起來很不錯 對啊 聽起來不錯嗎 很好 虎波的時候可以啊 蟹肉棒不細 蟹肉棒很細耶 蟹肉棒裡面沒有螃蟹 對啊 他是魚 我後來才知道 魚漿 太陽餅裡面也沒太陽啊 老婆餅也沒老婆 老婆裡面也沒老婆啊 對啊 好扯的 這什麼哏啊 不一定啊 是別人老婆餅裡面也有老婆 鳳梨酥裡面未必有鳳梨啊 有的有 有啦 有啦 土鳳梨 大多數是冬瓜糖 對我有研究過 微熱山丘還是有啦 對對對 謝民老師你好 大家好 講到食物你不覺得露鼠江珍 你講股票反應還快 沒有 不要這樣講 我們是對於食物 有那個深入的研究啦 不過今天我覺得當然在那個 過完年之後馬上 大家要討論的議題就是 三月份要不要這樣洗嘛 對不對 那他會直接影響到債券 該怎麼做 所以今天我們也特別來聽 我們那個古怪教授 怎麼去講那個債券的一天 好 謝民哲老師的Line來 小老鼠 MONE1899 對會掃QR code 或者是 手機放直的 點我們的標題以後 就有我們Line的連結囉 各個老師都有 坤森老師也有 陳昱老師也有 有了喔 每一集的主講者都有喔 是 來 第二位 帥哥 你來介紹 歡迎 仲坤森老師 你有溫柔喔 哈哈 你有看到我發現我的巧思啦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我就說這一集蠻重要的啦 因為說 大家要知道 從聯組會快速升息到結束升息 一直在到下一次降級 這種機會其實 以平均來講 平均大概七到八年才會出現過一次 對所以如果說錯過這樣子的投資機會 要再等下一次 這個時間可能就要等很長了 對所以我覺得蠻重要的這一集 好 蠻重要的這一集 謝謝 坤森老師 小小樹 WE178 一起發啦 是坤森老師 來請教第三位 謝承諺古怪教授 教授教授 欸其實你講這個良好商會喔 其實就是棒球的一個術語啦 對 那實際上本來明星棒球隊找我去喔 我也身兼要職 但是因為他們最後決定 讓我當捕手喔 我想說我的臉就被遮住 我就決定不參加了 他說明星棒球隊啦 吉祥物嘛 吉祥物啊 吉祥物啊 沒有沒有 我是當捕手啦 對 最終還是臉要遮起來 所以我就不參加了 你說臉遮起來才有收視率啊 對他們也是這樣回答我啦 所以你看我們最近收視率也變高啦 因為自從我戴口罩 因為他會戴口罩啊 那既然這樣我就決定 噴口罩喔 對喔 我會噴口罩喔 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到時候什麼都看不到 全部被剪掉 好 因為只看我的舌燦蓮花 不要亂噴 他現在也有吐口水 吐口水的感覺 他蓮花在動啊 舌頭 來來來來喔 看到我的舌頭一直 小小鼠 GP520 不舒服趕快請來上來 趕快 不舒服所以要趕快請我上來 因為趕快要結束碰口這一切啊 這個 拿個探照燈啦 來照一下吧 照好了照好了 照好了照好了 大丈夫啊 量好三萬 這個 有感覺熱熱的嗎 會不會感覺熱熱的 探照燈照的時候 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啦 這個農曆 你感覺很有經驗 什麼 你有經驗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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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照過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照過大腦鏡喔 對啊 你這樣不行喔 你照以後你相信我 我跟你講 真的喔 我認識很多人都以為不會有吸肉 都很有 真的喔 你說我沒照過 不要照就不會有了 我建議你照一下 你會發現你很多顆 不是因為 因為我實在很難想像 有人這樣子 在我後面 那是你這個健康 這個健康嘗試要多 大腸癌啊 直腸癌啊 是唯一功能 他是最難 不是 唯一功能可以事前預防的癌症 事前預防 對 你做的癌症是喔 我發現了對不起 我就有癌症了 來不及了 可是他是唯一的 你洗肉變成癌症喔 是 是有要三到五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提早發現 提早治療 是啊 好不好 好 那明天我們這一排 我們通通去 抱對 我們一起去 明哲應該做了 明哲應該 你看你 飲食的話 你常常 你應該常常爆舉話 我飲食那麼多 少五顆以上 我飲食那麼多 你應該少八顆以上 對 真的 所以我比你少一點 對 好沒問題了 來 我們怎麼會了解 為什麼講到息肉 我們今天講 兩好三壞 因為要降息 所以講到息肉 轉得非常好 把息肉的數量給降下來 簡稱降息 降息 來 升息然後一陣 那討論降息 美國經營現在兩好三塊 那 但好球是什麼 消費力道持續 12月零售 銷售月增0.6 三個月來最大的增幅 勞動市場還是很好 1月19號 出領事業金的人數18.7萬人 比市場預期的20.5萬還低 代表勞動市場還是很有認金 還是不錯好球嘛 而且是2022年久以來最低水準 是我們講專業的時候可以high一點嗎 但是呢 哈哈哈 你先講這段方法 對不對 三個好球哪個 第二個好球 動市場 聚韌性嗎 對兩個好球嘛 第一個好球是什麼 消費力道持續 對 這個對市場來講 經濟環境 都不錯 是不錯的 但是呢 從經濟層面來看 三個壞球 現在都還沒有討論升降息 我們現在討論經濟 經濟有韌性 感覺數據也不錯 壞球 製造業活動在下降 為什麼 很簡單啊 你高利率政策 我就不想借車 不想買房啊 所以汽車銷售房地產交易 都在下滑 另外一個壞球是什麼 這個特別注意一下 金融體系有微爆彈 我其實我很怕看到金融體系出問題 因為我就是 2008年金融海嘯失業了 沒有 2008年金融海嘯失業 2011年負債 很可怕 然後頭髮變少了 我都知道 你這個應該講歷程 就唯一分一支 那個破產再起來的 我的人生就跟著景氣循環在走 是啊 對這個不容易啊 所以你真的有經驗 很有經驗 所以我們只要看到這個金融體系 有微爆彈 我就特別謹慎 是 那銀行業商辦呆帳 10年來想到 是 你可以不要打擾我 不是我是覺得你這一個不錯 我本來這裡在念啊 啊你現在打擾我 我這一段不是要重講嗎 我要稱讚你啦 是是是 老師很少人像你這樣 就是說跌倒了還可以站起來 你跌倒站不起來 很多人 我腳就 喔 難怪你去打那個什麼 什麼破尿酸 破尿酸 不要打BRB 那個什麼 BRB 你看我們現在快變健康節目了 我知道了 跌倒怎麼爬不起來 我們來試一次嘛 我們 就跌倒 好的你先試一次 啊 啊 鏡頭不見了有沒有 你看 馬上起來 好啊該我了嗎 而且我跟你講 不用你試過了謝謝你 不用你 謝謝你 而且我跟你講你還不知道 我們最近我去上課被折磨 老師叫我們 每個人要躺下去 他才 讓我們再起來 躺下去 我說幹我來這裡被你玩耶 對啊 他就玩我十次耶 你是做泰拳嗎還是做什麼 泰拳啊 我們要跌倒然後再起來 然後打拳啊 而且我跟各位講 喔 去練拳的時候 都很多正妹 我跟你講 那天 教練真的很要求 對 為什麼他派了一個 這樣的正妹給我 跟我對打 而且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就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生病了 因為我頭好暈喔 對 就我 而且我不知道我要看哪裡 你知道嗎 我在打拳的時候 對 所以我跟你講 真的要認識正妹的話 打泰拳就好了 真的真的 所以他就這樣子 而且打拳很熱嘛 現在一三五就去泰拳啊 對 二四還是去泰拳好不好 對 一三五泰拳 二四踢拳 泰拳 泰拳 那注意看一下齁 這個 泰拳就是泰拳的玉綠操 我上面還沒講完啊 壞球 第二個他剛才跟我跳走了 是耶 美國辦公室那時候 我們有想過 對很重要喔 這個 這個 這個激增喔 你看第三季一百七七 比去年同期增加一百億啊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講完 美國的那個 空置率 他們都是用 他們都是用 大量槓桿 不像台灣的 台灣沒有這種辦公室產商啊 沒有 因為台灣很多是自用的 或者是 剛開始我們可能覺得好像 疫情 然後大家就不用辦公室 但是現在疫情已經 這個消失這麼久了 還沒有回流 這個就很大的問題 可是這個就問題很大 好不好 再來 對壞球 再來 官員是 聯準會官員平放鷹 包括 沃勒 還有這個 波斯迪克 降息不要太快 第三季之言不會降息 二好三壞怎麼辦 對 二好三壞怎麼辦 然後有的圓 有的沒那麼圓 我想 難怪 圓的就是籃球 難怪我想到你這句話 沒那麼圓的就是橄欖球 司機有說過嗎 對 大的球就是棒球 小的球就是乒乓球 我都知道啦 司機有說過 瑤條淑女 金子好球 好球 所以現在兩好三壞 接下來這一球很重要 到底是好球 好球 可是好球是三陣 四壞球是保送 所以我們到底是要三陣還是保送 欸 這個就有點難 老師你會扯遠好不好 但是我們的重點是 接下來這一球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降 到底什麼時候降息 趕快拉回來 趕快拉回來 補手趕快拉回來好不好 我們已經講了十分鐘了 我們還沒有進入主菜 人家每次都說我們講的幹話 雖然講幹話 可是我們還是有把內容講完了 你不要這樣子 不要亂說啦 來 第一個 當然1月31號是不會降息啦 我覺得這不用討論了 現在的重點是到底三月要來講 但是我要坦白講 之前不是80%嗎 現在沒有54% 對 確實了 因為最近包括經濟數據各方面 表現的一個狀況 因為太過強勁了 我剛才講太過強勁了 那 屁股遮住了 我跟各位講 剛才我在講兩好三壞 大家注意聽懂 如果又一個好球是不是經濟很好 那就不降息 那就三陣了嘛 三陣嘛 就不會降嘛 要再一個壞消息 就再來一個壞球 才會怎麼樣 保送 保送才會降息好不好 好 那所以接下來看有沒有一些 我也不希望看到 但是可不可以有一些壞消息 壞消息比較好 要不然的話三月 降息未來會不會變 景氣還是要壞一點點比較好 景氣太好了不行 因為景氣太好了 通膨會 會那個 會開始再重來氣 對 當然如果 再來一個壞球的話 其實上 逐月都有可能 每次會議都會降息 就有可能 好 希望景氣來一點壞球 我跟各位講 3月不降 其實5月也會降 因為什麼 即便5月不降 6月會降 如果6月沒降 其實7月還是會降 因為點陣圖 可是我告訴你8月一定不降 為什麼 因為8月沒開會 8月沒開會看一下 這個沒什麼 這個梗有什麼 可是有人跟我講說 明天紅海一定漲 明天就禮拜六 我不知道什麼紅海要漲 我跟你講 不會有這麼白目的來賓 真的喔 怎麼有這種來賓 謝來賓不會喔 謝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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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看一下 那因為畢竟 你為什麼覺得一定會降息 是不是點陣圖 我跟各位講 因為畢竟你12月利率決策會議 實際上他都已經點陣圖出來 告訴你 2024年要降3嗎 2025年要降5嗎 這個其實都已經有了 所以未來幾年就是持續 降息的一個環境 是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好 那就是 什麼時候降的而已啊 對 現在每在波動只是因為大家覺得 大家以為3月 沒辦法 可能沒有3月 對 CPI 所以重點一直講的就是CPI 還是要看CPI 對 我在節目當中一直告訴各位 我們領先所有的財經節目 告訴各位CPI這件事 這是我福利社主持人講的話 謝謝 是你講的喔 難怪我想說聽 我剛才講完以後覺得很耳熟啊 沒關係 因為那是你講的 不好意思 唉不完 我現在連 大人有大量 模仿已經模仿到 直接上身變成節目主持人了 而且你還指責我 那你這樣 說我模仿你喔 那這樣以後你就每天去捅菊花 就不用擔心了嘛 對啊 不要煩惱了 不能每天做大腸進檢查 不用每天做 請你用專業的素養好不好 大腸進檢查 大腸進檢查 你不要嚇我 我跟你講啊 我跟你打賭你至少有五顆息了 五顆五顆 沒問題 我做事前 我們再來下一個賭盤 五顆喔 我們在節目上下賭盤 好 你不要騙我喔 我們就開各種顆數 各種顆數有沒有 就五顆 五顆的八顆的 你就知道 因為只能救我一命 還有賠率 只能救我一命 這個很重要 好 那聯準會通膜目標是二 如果能夠 當然降下來是 很好啦 但問題是 我們怎麼知道到底 CPI有沒有可能會降 實際上我們帶各位看一個 這個雖然很重要 這個就是 克里夫蘭聯儲CPI即時預測 我們在節目當中 好像都蠻準的喔 對每次都告訴各位 很多人不知道要看這個 我率先提出來 跟各位講說 你一定要看這個 明確我們福利社你看 蜘蛛人都笑了 率先提出來 欸 真的像打臉 欸 欸 就是我們的詞 是喔 要變你了 難怪我看 我們所有製作團隊的心血 不好意思 你看得下去嗎 不是啊 不是啊 大家都自己人啊 這種東西就是 團隊 團隊 那你記得以後禮拜天都要 一起來開會 是不是 我看那麼久 不好意思喔 根據我所認識的那個禮拜天開退的團隊 已經換很多人了 對 不過現在這個團隊 蠻不錯的 蠻任命的 不是任命的 他們很認真 很認真 任命認真都要啦 這個很重要 但是就不知道老闆有沒有給他們加薪 這個我就不曉得 來來來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齁 實際上這個年增率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個 你看1月預測是2.96 每次出來實際值都比預測值低一點點 嗯 有時候是差不多啦 10次沒有9次低一點點 差不多 對 所以有沒有可能低一點點 蠻老師 有可能2.9有可能3啊 那2.9就中嗎 我跟你講 我估計應該是會低於3 中喔 低於3 中喔 你怎麼 你怎麼預測跟福利社都很像 真的嗎 是不好意思 我都沒有 我沒有看喔 我沒有特別看喔 你不要看你就坐在位置上啊 對對 我沒有看影片啊 不要看影片 我沒有看YT啊 我只是坐在那邊聽 你每天每集都來賓 幹嘛看 難怪我想說奇怪 我講了怎麼都跟節目內容講 2.9或3 老師2.9就 就刺激啊 我們看那CBI這一波降息 來看一下放大 對 戰業 來 這邊喔 老師這個CBI你看喔 最低的要多少 3啊 對 打兩次敵嘛 對 趨勢往下 我覺得那些應該正式的往下走 是啊 那這個時候我想聯準會應該就可以放心的開始降息 這兩次最低就剛好3喔 對不對 開始放心的降息 好 那繼續往下 所以老師CBI最重要的數據嘛 對不對 非常重要 因為只要到CBI到2 基本上 就可以利率回到正常的區間嗎 對 對不對 你降到2%很正常啊 你現在這5%多 這麼高 老師你去講 那當然因為如果會降息 還是影響到我們投資的一個決策 根據過去的一個經驗 我們譬如說2007年跟2018年 最後一次升息到降息 實際上 我們講送分題 什麼一定會漲 欸 債券含息總報酬17.74 那很多人就說那前面已經漲了 真正開始降息的時候 還會漲嗎 沒想到2007年這一次真正降息的時候 漲了51% 那後面因為經濟衰退 所以出現快速降息 漲了7.47 那我們再等一下我會再講結論 那2018年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是漲了13.7 那現在屬於第一階段而已 現在第一階段 因為還沒開始降息 那開始降息以後這一次漲了20% 但是通膨又起來的時候就跌了 是等於說送分題嗎 對 老師我問你第二個問題 現在是屬於這個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平均都有大概13到17% 對不對 就是開始準備降息 可是還沒降息喔 是準備開始降息 有消息了喔 就先漲了喔 那問題是老師 這個第一階段現在漲了沒 還沒 有漲 可是 債券大概漲15到20 老師你講是最低點 老師那現在重點來了喔 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這屬於現在的期間嗎 如果 現在這個期間的話 看起來之前都有漲 那現在 台灣這一次的統計 應該說美國公司的統計 現在是漲了還是還沒漲 實際上如果是低點看起來是有漲 有漲17% 可是實際上你看是還沒有 你看圖就知道 你有做這張圖喔 是真的認真喔 這個是最後一次升息 到降息 到正式降息前 他不是說會漲10幾%嗎 可是如果要比其實還沒有 老師所以說等於 我們照理說應該是33塊再漲10幾% 要從那個地方開始算 所以現在31塊等於 哇塞 我根本就是這邊都送分題啊 33塊以下都送分題 我知道我這邊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在講這個漲幅的時候 我們會從低點開始算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我們剛才的統計資料是 我在講一次 從最後一次升息開始算 是喔 不一樣喔 所以從歷史上的角度去思考的話 那我們正確的漲幅應該會從這邊開始 再漲13到17% 所以應該是說這一段已經買的人 他先賺到了 先賺到了 但是那一段其實並沒有包含在 我們過去統計資料裡面 沒有在我們統計數據裡面 很重要喔 統計數據是從 來 最後一次升息33塊來算喔 對 還有機會再漲13到17喔 所以你現在月碟 又要買嘛 等於是說 是不是老師你先回答問題 當然是啊 所以你看喔 當時在這裡的時候 很多人在那邊笑 啊 你看現在進場的 啊這不敢再買 一直懷疑嘛 嗯 好現在壓回了 大家就不敢談這件事了 嗯 可是其實如果我要講 這個距離如果越拉越遠 都是重問題 哇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逢DK一直買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就好像 我看到Coco 我到底 很多人說他美不美 我都不知道該講什麼 舉這個例不對啊 這個怪怪的欸 對我也知道 我後來發現我舉錯例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那 那就不要舉 我 好那我們繼續看喔 就是說 有時候不好的舉例 我們要趕快拗回來 對對對 後來我發現 這一次拗不回來 拗不回來 對對對 那 以目前來看 對對對 好 暫停升息 再次一定展開多多黃錢 對 最後一次升息 首次降息 最後一次降息 啟動QE 那我們看一下比較 這兩檔 一個是 我們剛才是比較的是說 美債的走勢啊 那是美債TOT的走勢啊 我還是提醒大家 我們都不是說從最低點 是 起算 然後他上來這段期間 對 我們都說 我們就你最後一次升息什麼時候 對 那你降息前這段時間 我們把他的報酬算一下 但也許 也許你會賺更多 因為 可能這一段時間 有一個更低點 但是我們沒有去做這樣子 因為這樣比較客觀 如果最近 這樣比較客觀 那我們這樣比較客觀 如果有問題問題 剛才我們講是TOT嘛 我們現在講是台灣發行的 台灣 台灣發行的美債 因為時間不多嘛 因為他只有發行 大概七年的時間 還有 他只經濟過一次的降息 對 那還有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如果我們用TOT 這中間 你可能有匯率啊 什麼什麼 我們很多人說 那你又沒有考慮什麼升降 那個升值貶值 對 我覺得我們不要那麼複雜 那就這樣子吧 我們就直接看這個 那這個是679b 這個是687b 那其實最後一次升息到降息前 兩個的漲幅 大概都有在12%以上 那我們再往右邊拉一下 如果開始降息 兩個的漲幅都接近三成 那當然後面只要通膨又重新起來 他一定是跌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開始降息了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那既然還沒有 那當然 把握這個時間點來操作 真的是這樣 欸不是 我們那麼好心幹嘛 是等一下 我嚇到我起雞皮疙瘩 這邊是10%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剛才說這張圖 你是從這邊起跳 對啊 可是你幹嘛 你有點過重 比我還過重 不是我在想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好心 對啊 我們又沒收錢 對啊 是啊 為什麼 月曆你沒有送給大家 我們好內疚欸 還沒送到給大家 這很不好意思 我一直內疚 可是你們看 老師你可是沒關係啊 人在做天台看的 老師你們看一下 是從這邊開始起跳 地下跳 老師你今天好辛苦喔 又蹲在地下 又往上看 很累 老師你遮住人的屁股 是是是 請宜駕尊屯 是從這邊在漲40% 對 那現在在哪邊 那其實會起雞皮疙瘩 現在在這邊欸 真的起雞皮疙瘩 所以你看 你可能到時候賺個50%很正常喔 欸其實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這幾天其實剛好準備一錢又要買 我也是欸 可是我要先跟各位講喔 我是沒時間 我先跟各位講 他絕對是學我喔 不不不 我要做這個決策之前 其實我並不知道我今天要講這個內容 真的喔 你懂我意思嗎 你自己也買很多債啦 我知道啦 對啊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 注意喔 我們現在在這邊喔 我們不要管這邊 我們是統計這邊 都還在漲個40% 對 第一階段漲12% 第二階段漲29% 這是台灣的美債統計 真的不錯 所以結論來說 好來 老師好開心喔 今天22分結論了 是是是沒有問題喔 那之前幾分 沒關係 趕快不要浪費時間 是是是 你看你要耗時間啊 根據統計喔 連總會最後一次升息 後 美債欺漲 那宣佈降息 適合買進 所以我覺得 到還沒有宣佈之前 最近要好多 你不要 就是還沒宣佈 你就是只要沒宣佈可要跌 反而買 大買趕快大買 那你買便宜一點有什麼不好 趕快大買 就像台積電啊 不要懷疑啦 是不是 600元以下了 你大家覺得怎麼可能還要再600元 結果到600元以下 變禮物了 對不對 是不是老師 有時候逢地你要買啊 你要有勇氣 勇氣 勇氣 對不對 勇氣誰給的 愛也要有勇氣 來 蓮靜如的勇氣來唱一下 愛 什麼也需要勇氣對不對 愛真的需要勇氣 來面對流言蜚語 改成美債 美債需要勇氣 來 美債真的需要勇氣 來面對流言蜚語 來面對良好三壞再一次 面對良好三壞 來面對流言蜚語 不是良好三壞 來面對良好三壞 美債需要勇氣 來面對良好三壞 好不好 趕快 美債需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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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面對良好三壞 蜚語 對喔 多少 他少一個字喔 來面對流言蜚語 來面對良好三壞 對就好了啊 命就幫你塞好字了老師 我怎麼樣都幫你塞滿30分鐘 是不是 這個謝謝你 謝謝用心良苦 來用心良苦 來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來 用心良苦很老歌欸 老歌老歌 為什麼 你說你 好 你說你 來 你說你 想要逃 偏偏註定要落腳 好 等一下送他一杯鹽桃汁 好 不容易啦 在我們福利設政是要多才多一 是啊 趴下 來趴快 伏伏前進 好 來起來 快 你先我再來 油子彈了 趕快躲 往左 閃 好 來 那去年7月聯準會最後一次升息 走跌到11月才反彈 現在還沒有回到當時價位 所以嚴格講起來還沒有起漲 根本沒起漲喔 還沒有起漲好不好 嚴格講起來啦 當然有的人 我跟你講我們這段講完 一定有人留言啦 所以我們兩個又在胡扯了 怎麼會沒漲 來我們預測喔 漲15 20%怎麼會沒漲 沒有我的統計 剛才講很多了啦 沒關係啦 剛才講的大概 不是啊 我先講那些人就不留言了啦 好 對不對 就不要再來留了 留這個沒有意義啦 對不對 還在留言嗎 對 留言 傳來傳去 這很會喔 這有點老啊 留言傳來傳去 然後咧 那我忘記了 這個要叫儀惠來算才行 對 明哲明哲 行嗎 好像我想一下喔 留言傳來傳去 請相信我的心存真如往昔 欸你看 我就說他一定會嘛 真的還是想唱比較好 當然 老師你就認真分析 是不是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走演藝圈的 知道 對 我曾經 演藝圈諧星版的 我曾經是水果奶奶的 那個節目執行製作助理 執行製作助理 執行製作助理 所以是不是山豬出道以後 把你給幹掉了 欸 你這樣講已經過分了 沒有我本來出道 是想要把白雲 所以我說把他給幹掉啊 我本來出道是要把白雲幹掉 喔 欸 老師你犧牲太大了 對犧牲太大了 不然我們開玩笑而已 最後結論來 柯里夫蘭預估喔 這個CPI的部分 對不好意思 2月13號 這個數字一出來 我覺得很有可能喔 見到2 有沒有可能 1月CPI 當然2字頭不是說2啦 大家不要誤會 那有極高的機率 先噴出大漲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農曆年前 買美債 所以這一次農曆年 送給各位 大紅包 大紅包 農曆年前 買美債 買美債 就這樣 謝謝大家 15號就開盤了 謝謝 買美債 美債 兩好三外 農曆年後 美債要噴出 現在就決勝買點 你們覺得我們就是 寓教於樂 算很開心 可是新手專業 來 明澤老師應該講很多了 來給一點昆澤 昆澤老師 好 變昏布了我跟你講 我剛剛聽完教授講 我本來年前準備一大筆錢 要來買手錶 我決定全部拿去買美債 對 真的 買更多手錶 對 你要知道買更多手錶 我那邊有好多 想要出青的 你要不要來買 出青的美債 我想要把我的手錶 賣掉去買美債 老師我只要求我VGM Pro 要換你一隻手錶就好了 好不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之前的哏寒留到現在 所以如果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中午晚間8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最然之況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浪年財富 浪年財富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有請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17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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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只有 我 有 還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也財富 free free free